1. 空调器电气控制部分的维修与管路系统的维修有较大的不同 管路系统的故障主要是堵、漏、脏以及制冷剂、注入量不正确等原因造成的 判断故障主要是根据压力、温度、结霜、截路、声响等物理量的变化为依据 而电气控制系统主要的故障是由于元器件损坏、接触不良、电路短路、开路、供电不正常等原因造成的 判断故障主要是根据电压、电流、电阻等这些电穴物理量的变化为依据 处理故障主要是更换损坏的元器件和其他对阵处理 由于涉及到电,操作一定要安全和规范,避免造成人身伤害事故 二、要能区分故障在电气控制系统还是在管路系统 空调器的故障如不制冷、不制热或者制热、制冷效果差、温控、不正常等故障现象 有可能是管路系统的故障 也可能是电气控制系统的故障 但是由于故障原因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 所以首先要能区分故障是在电气控制系统还是在管路系统 简单的方法是观察压缩机、风机等运转是否正常 如果这几个部件运转正常,故障在管路系统 如果这几个部件工作不正常,说明故障在电气控制部分 三、空调器电气控制系统故障的现象和分类 空调器电气控制系统的故障现象并不多 无非就是整机不启动、压缩机工作不正常、风机工作不正常、四通阀工作不正常、温控不正常、显示不正常等故障 为了便于判断故障原因,我们可以对以上故障进行分类 我们把故障分为共同性故障和个别性故障 共同性故障是指整个电气控制系统或者某一大部分工作不正常 例如整机不启动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由于试电源供电不正常、为处理器不工作、保护电路工作不正常等原因造成的 个别性故障是指警为电气控制系统局部电路工作不正常、而其他部分工作是正常的 如压缩机工作不正常、风机工作不正常、四通阀工作不正常、温控不正常、显示不正常等 遇到这类故障 遇到这类故障应该查局部电路或者元器件的本身 没有必要检查试电源供电或者为处理器的基本工作条件 我们知道故障的查找是一个缩小范围的过程 通过共同性故障和个别性故障的分类 我们就可以缩小故障范围 这样有利于查找故障点 在局部电路的维修中 我们也可以用共同性故障和个别性故障的分类来缩小故障范围 例如内机的风机运转不正常 如果风机的高速、中速、低速三档运转都不正常 那么在这个局部的电路中就属于共同性的故障 范围是电机本身、供电以及运转电容的故障 如果内机的风机仅为一档运转不正常 而其他档位运转正常 这就是个别性故障 故障在与该档有关的小范围电路中 例如控制该档的继电器损坏或者没有驱动电压 四、要掌握电器控制系统维修的步骤、方法和技巧 不断积累经验 电器控制系统的维修与其他家用电器、电路部分的维修是一样的 判断故障的步骤一般采用从后向前的方法 也就是说从不正常的部位开始向前级电路逐机查找故障 直到找到故障点 另外一个方法是先易后难 先检查容易出故障的部位或者容易检查的部位 后检查不容易出故障或者比较难查的部位 这些方法我们将在后面做详细的介绍 大家要注意掌握这是维修的基础 在维修实践中 大家还可以总结出适合自己更好的步骤和方法 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维修对策 对于电路维修能力不强的维修人员 或者因为上门维修等有时间限制的场合 可采用更换整个电路板的方法进行维修 事实上 更换电路板是许多制冷维修人员常采用的方法 目前许多制冷维修人员感到电气控制系统是维修难点 随着家电技术的发展 空调器中的电子技术应用越来越多 所以制冷维修人员要加强电子技术的学习 提高电路维修能力 下面我们讨论电气控制系统的故障维修 大家要着重掌握故障判断的步骤 方法以及处理过程 首先我们应该考虑空调器不工作故障的可能性 先把它罗列出来 然后对每种可能性进行检查排除 不能排除其可能性的就是故障的原因 一 试电源供电不正常 用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测量220伏 交流试电源是否送到空调器中 如果没有送到属于插头插座以及引线的问题 应该对阵处理 另外也要考虑电压值的范围是否在额定值以内 我们知道电压过低和过高都会造成保护 使整机不能正常工作 如果空调器长期工作在电压过低的状态下 需要加稳压器 下面演示试电源输入的检测方法 这是室内机组的电源接线板 这两个端子它接到电源插座 这是室电源220伏输入 端子板是L和N 这里有三个端子 用1号2号3号表示 1号2号3号端子是与室外机组连接 1号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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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4号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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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4号3号4号4号3号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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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3号3号3号4号3号4号4号4号5号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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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用表的档位倒在交流700伏上 请看这里电压所测值为230伏 属于正常范围 如果试电源已经送到了空调器中 仍然供电不正常 就要考虑保险管是否熔断 如果保险管熔断需要进行更换 但是更换以前要查清保险管熔断的原因 否则换上以后还要熔断 保险管熔断主要要检查变压器是否有短路之处 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是否击穿 电路是否有短路 压缩机 封机 四通阀的绕组是否有短路之处 二 围处理器工作不正常 首先应该观察电路板是否损坏 这个电路板已经烧坏 无法修复 只能进行更换 如果电路板表面没有损坏 下面就应该检查维修电路部分 为处理器电路的维修方法 首先要从它的三个基本工作条件入手 这三个基本工作条件前面已经介绍过 指的是5V的供电电压 时钟电路和副位电路 下面检查三个基本工作条件 一 测5V工作电压 这个电路板中的5V工作电压 是从第11角和31角送入的 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量 正常时这个电压为5V左右 如果这个电压不正常 是5V整流滤波稳压电路的故障 应该检查这一部分电路并处理故障 直到5V供电的电压输出正常 下面我们来测这个电压 我们从微处理器的第11角对D来测 测出的结果为5V左右 说明供电是正常的 二 如果5V供电电压正常 下面需要检查时钟电路 测量时钟电路最好使用数字频率计 现在许多数字万用表都带有频率计 如果没有频率计 也可以测量18角和19角 这两个引脚上的电压 与正常时的电压进行比较 如果相差不大 可以认为有震荡信号产生 如果电压相差很远 说明这部分有问题 下面我们来测量一下这两个引脚的电压 先测18角 它测出的电压值为2.2V左右 下面我们再来测19角的电压 它测出的电压值为1.94V左右 这是正常时的电压值 一般来说 这两个引脚的电压值应该有一定的差值 大概在1V以内 这就说明有震荡信号产生 如果两个引脚的电压值为1.4V左右